Hello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觉得用下来很不错的一个防晒 这个是爱湿提的防晒 它这个是日本富士胶片旗下的一个护肤品牌 它相当于是把它的胶片技术做了一个跨界 运用到它的化妆品里感觉就很不错 它对抗光老啊抗氧化啊 还有渗透吸收方面做的都是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它这个防晒指数是spf50加 然后pa是4个加 说是可以抵御将近99%的深层紫外线的全光谱防晒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 它质地是这种比较轻薄然后很好推开 然后会有那种淡淡的玫瑰味道 我还是很喜欢 上脸它也不会让你感觉脸很糊的黄 然后如果你单独使用的话 其实还是有提亮肤色的一个效果 然后妆前使用的话它也不会搓泥什么的 我觉得这点很好 然后我去做了一个功课说他们家的这个防晒呀是伸缩性防晒膜 这个我要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之前也不太懂 就是其实我们抹完防晒脸上就会形成一个保护膜 然后但这个呢它其实是有弹性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 嗯不会因为我们的表情变化而发生这种防晒膜的断裂 比如说我们做很多的时候这就卡玩什么的 它这个膜是有弹性的 所以就是它可以把你的全脸都覆盖住 简单来说就是360度全方位抵抗紫外线 而且这个还防水防汗 还有避免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脱妆啊或者怎么样的 这个里面还有一支黑色素帮助美白的成分 嗯我觉得可以防晒同时又可以进行美白 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而且防晒不是很多人觉得啊只有夏天需要防晒 不是的就是一年四季你多要防晒 就算你在家里待着你也要防晒 防晒真的非常重要 然后推荐给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